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Chris 今天就來介紹一下我這部的新車 有留意我這個頻道都會知道我買了一部新單車回來 然後自己再把它拆散 組裝 這部車就是我組裝完之後的樣子 一開始就說一下為什麼我會買一部新的公路車回來 最主要是有幾個原因令我想買一部新的公路車 我試過其他的公路車 我就發現我自己是喜歡大一點的車架 我本身原本的那一架 它的車架是對比這架是小一兩個size 如果小了一兩個size 它有什麼優點和缺點呢 優點就是踩上斜的時候 明顯法力是會好些 但一去到一些比較長途的路線 我就會變得辛苦了 在持久力方面是比較難維持的 相反如果車架是大一點的話 踩上去會舒服一點 但缺點就會變成上斜的時候 法力會差一點 所以這一點就令到我想換一部新的車 這一點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我想換一個新的尺鼻 我以往挑戰的一些斜腦都越來越斜 我亦都試過不同的車不同的尺鼻 就發現如果飛輪是大一點的話 踩一些比較斜的尺鼻是適合我多些 所以我都想換一個全新的尺鼻配搭 所以上一架車我都大概是踩了五、六年了 那一架車本身我是打算組裝完之後 如果沒甚麼事的話 其實都不會特地去改裝或升級的 直到我一次過換一架新的車 我想都差不多是時候了 所以我就直接買了這部新的公路車回來 不過這部車就不能只買車架 所以我是乘車買回來 然後再把它拆散改裝 所以有些觀眾就問我 為何不直接去買一個車架回來 是因為這部車沒有直接買車架 你一買就一定要買乘車的 所以我就決定乘車買回來 再自己升級改裝 那我這一部就是TENYON LOCFSL 那我這一部就不是最頂級的那一部 最頂級那一部是SLX 那SLX和我這一部的SL是有甚麼分別呢 它所用的碳纖維物料是不同的 所以我這一部是重一點的 那官方就聲稱我這一部是重了大概100g左右 那實際上我自己就覺得不只是100g 應該是200g至300g左右 我上網都看過其他人的評論 其他人都說 其實應該不只是只有100g那麼少 那踩下去的感覺會不會有甚麼不同呢 有甚麼舒適度、硬度方面又是怎樣呢 那問過客服呢 客服就說其實最主要都是重量不同了 踩下去的感覺分別就說不是很大的 那我再上網看過另外一些人的評論 都說其實踩下去的感覺分別就不是很大 那我這一部是次一級的車架 那它的定位就是比較偏向平地的空氣動力殼 那這部車除了車架和對LINK 其他東西差不多全部都改了 例如說一支臥頸、手把、連座管都改了 那這一支的臥頸和手把就是同一個系列 就是Pro的系列 它是我上一手車都在用這一款 這一個系列的 那手把就是沿用我上一部車的那一支手把 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支臥頸就是我新買的 雖然跟我之前用的那一支是好似 但是長度是不一樣的 規格都是不同 因為它這部車的前叉是OD2的規格 所以我都要轉一個給OD2用的一支 它的長度就是90mm 我之前踩的那一部車是用100mm 那我鵝頸方面 我也有想過它的長度 要不需要轉呢 那我上一部車是用過100mm 亦都用過110mm 我是100mm轉了110mm 然後再轉100mm 再轉110mm 再轉100mm 試過在這裡不停交替使用 最終我得出來的結論是短一點 是適合我多些 如果用長一點的話 你會發現踩下去是穩定一點的 但是在法力和操控方面就會比較差 如果短一點的話 在穩定性就沒有那麼好 但是靈敏一點和法力駕上去 是會好一點的 所以我就喜歡短一點的感覺 那這部車配90mm 我就覺得差不多了 那我又想過要不要試試其他品牌的鵝頸 不過我看了很多款 我都喜歡這一款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款 這部車的座管我都改了 這一支的座管是一隻西班牙品牌出的座管 一些破風型的車架 它的座管不是原型 多數都是扁身 比較橢圓形 這一類型的座管 其實一開始你買一輛車回來 它限死了這一支座管 都不能改的了 但是這個品牌 這個西班牙品牌 就主要針對幾個品牌的單車 公路車型號 就出了一些座管 可以給那些公路車去替換 那這一部就是其中一款 它原裝的那一隻是個夾來的 如果有看我整車的那一段片就會知道 它這隻就轉了是用繩來索實這個座墊 就不是用夾這樣夾實 如果用夾那一隻 其實它的夾位是金屬來的 它這隻就是一條繩 所以重量是輕了很多 它這支座管的賣點就是輕量 碳纖維 本身原裝的那一隻 我自己就磅過了 大概180多g 它這隻就是80多g 即是輕了100g左右 有些觀眾也問過我 有沒有想過換一體式的手把 即是同一點 因為我這一套的變速器是機械變速 機械變速會有條線露出來 如果用一體式的手把又有條線露出來 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我是這部公路車我配機械變速的話 我寧願是分開了 即是可以選擇不同的手把 不同的鵝頸 我就覺得這樣玩法比較多樣性 因為一體式的手把 例如F12 ASURED那一類 它本身的車架是這樣的 它就限死了你配一支一體式手把 它這樣配是為了令到你的性能 達至一個最佳的效果 所以這一類型的公路車 就可以玩到一些頂級車玩不到的東西 例如一體式手把 別人限死了你 就一定要用那一支 但這一類型就可以改造不同的鵝頸 例如我用了這一支一排 遲些出了一款新款 我就可以用一款新款 換下去 但最頂級的F12 FETA那一類 就不可以 當然你硬地換下去也可以 但統一感就沒有了 因為官方建議你用它本身的一體式手把 不過現在有些機械件 是可以配合它那一支一體式手把 做到一個完全走內線的 碟殺載機械件這樣配 可以做到一個完全走內線 但我自己就覺得 我就覺得 例如電子變速 你不會想有條線外露出來 如果是電子變速的話 你也會想走內線 相反如果是機械件的話 正因為是機械件 我才覺得要把這條線外露出來 給別人看 給別人看你是在用機械件 因為我覺得這一個就是 一個用機械件的美感 一個美嚇 那我這一款車的變速器 就是用Sumalo的Altigua 二級的機械件 跟我之前那一部車的級數是一樣的 但它的款式是不同的 我之前用的600是夠款一點的 這一款是R8000 是新款的 這一款R8000 它的齒比 亦都跟我之前用的600是不同的 它前面是50 34 後面我就轉了是用大飛輪 11 32 所以都看到它的後變速器 是用長腿的後變速器來的 這一款新款的R8000 和舊款的600 裝上去會不會有甚麼分別呢 因為它的設計都明顯是不同了 例如前面的變速器 很明顯是以前的600 好像有一桿東西一樣 有一條東西 塞了上去 但它現在變成一個盒子 它的感覺 都是這樣安裝 安裝完再調教 調教 我重複是拉線拉過 三四次再調教 就調教好了 沒甚麼問題的 後面的後變速器 我就覺得 跟之前的安裝和調教都差不多 不過有一樣東西不同了 就是它的線的長度 今代的R8000 它對比上一代的600 它的線方面 是嚴格了少少 所以剪的時候 都要看長度 用下去的感覺是怎樣呢 還有我本身用的600 這款R8000 按下去的手感 就硬身少少 脆一點的 還有變速速度 我覺得後面是快一點 前面上大餅的話 就會輕身少少 我想這一點 有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跟這條線有關 我這條線 雖然說這套變速器 是整套R8000 但是這條線 就不是二級的線 是最頂級的線 因為我本身 我打算買回二級的線 但是我買不到 所以我就直接買最頂級的Duel Ace 的那條線 無論是煞車 還是變速 都是最頂級的線 所以我想這一點 對比回二級的線 真的會快一點 手感都有點不同 整套就是Altigua 但是BB 就不是Sumano的BB 這個BB 就是Redia的BB 我之前都介紹過 開過箱 把BB放進去 壓一壓進去 然後再扭 就已經很緊 我亦都試過逆時針 把它拆出來 拆出來的時候 都需要幾大力才可以拆出來 證明它的迫緊力 真的有在 所以裝上去就不會太難 然後順暢到 對比回本身 我一開始的105的時候 是順暢了很多的 明顯 對比回原廠的BB 就已經順暢了不少 至少不會說很絕 是順暢的 我都覺得是合格 裝上去 會不會說有什麼聲音 或者異音 那就沒有 一直踩都沒有聲音 很安靜 組裝了一部新的車 其實最擔心的東西 就是BB 會有些不知什麼聲音 有些異音 變速器是Altigua C-Gap 當然都是用Sumaro的Altigua 這隻C-Gap 就是雙軸的C-Gap 有些觀眾都有問過 我為什麼不用碟煞 我之前都有解釋過 我用C-Gap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貪拆簡單 方便 C-Gap 其實對於我來說 落斜 在平地的煞車都足夠使用 這雙LINK 就是雷諾AR58 寬高58的炭刀 就是我本身買這部車回來 包裹這雙LINK 這雙LINK 這雙LINK 它用的車輛就是馬牌5000 後面是25C 前面是23C 它的內輪 後面我用它原本包裹的內輪 但前面我轉了用乳膠的內輪 粉紅色那一隻 這雙LINK 這雙LINK 是偏向平路 但是上斜那邊 踩一些不是激斜的路 我覺得都OK 雖然我已經是 拿過這雙LINK 走去爬張樹灘 1比5 要踩上去的話 對比一些頂級的DOLINK 我覺得是會辛苦些 始終這雙LINK 不是頂級的DOLINK 頂級的DOLINK 它的重量是輕些 我這雙LINK 它是重些 所以踩一些激斜 短的激斜 這雙LINK 會辛苦些 都踩上去 如果是一些很長的激斜 就真的 建議用一些低框的LINK 這部車的手把帶 就是在用ESI的手把帶 跟上一輛車一樣 因為我本身還有一盒 黃色的ESI手把帶 我就打算用了它 所以就放進這部車那裡 然後它旁邊這部的配件 就有青蛙燈 一個燈座 在這裡拖拖和有個馬錶 這個馬錶就是我上一手 車用的無線CAT-I的馬錶 我本身有想過 要不要買一個全新的GPS馬錶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 又未需要用GPS馬錶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一個GPS馬錶很貴 既然這麼貴 它裡面是有很多的功能 但是我發現我有很多的功能 我都不會用的 例如說心跳帶 我不會帶一個心跳帶 在胸口 因為我不想帶著東西 在身上踩單車 所以我首先 已經不會帶心跳帶 我本身這套變速器 也不是電子變速 是機械件 它已經損失了一些 針對電子變速的功能 然後功率計我也不會裝 如果我裝功率計的話 我寧願加多些錢 變速器 升造電子變速 然後我才會考慮功率計 所以已經沒有了功率計的數據 在裡面 我最主要可以看到的東西 是多了些什麼呢 就是踏頻 當時的波度 然後其他的什麼時間 溫度 其實我都不太在意 我最主要 如果真的有一個GPS馬錶 我看得最多 我想會是踏頻 然後就是我剛才說的波度 其他東西其實都是一樣 所以我最終看出來的數據 都是多了少少東西 值不值得呢 我就覺得不值得 如果當我有一天 轉一個GPS馬錶 可能是我真的想用一下 又或者是我在拍片方面 是需要用一個GPS馬錶 我才會買 還有我自己踩單車 本身是很少看馬錶 主要集中的眼睛 都是看著前面的風景 平時在家可能對著電腦 對著手機很多 出道來踩單車都不想 對著一些數字 一些數據性的東西 寧願把眼睛看遠一點 看看周圍的環境 所以用無線的馬錶 都很足夠 我覺得要扔一筆錢出來 我寧願把一筆錢 是投資在頭盔 一雙鞋那裡 又或者一些衣服 之後才會考慮一個馬錶 這部車用的腳踏 就是Sumaro Dio Ace的腳踏 但這隻腳踏 不是普通版的那一隻 如果我用一般版的腳踏 踩下去 有機會腳碗是不舒服的 所以就用這隻Dio Ace的加長版腳踏 這隻腳踏 就是我上一手車用的腳踏 然後坐墊 就是用這隻FITSUP R3 其實這隻坐墊 我想買過另一隻是炭軌的坐墊 但現在FITSUP的坐墊 以前的款式很多都不能買 包括我這款式 真的是限量版 然後水架 也是用上一手車的炭纖維水架 這部車的重量是多重呢 我出門之前就磅過 我那時磅過 沒有裝這兩個瓶 直接磅就7.7kg 8kg以內的話 我都覺得是一個比較普遍的公路車的重量 大致上這部車就介紹來到這裡 讓大家看看我這部新的公路車 今天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接下來的很多不同單車片 我就交給這部車跟我一起去作戰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 咦 啊 那 對對 我 大家